肝脏好不好,就看身体这三处,非常准 肝脏的健康与否关系到人的寿命 同时,肝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它不仅担负着人体解毒、代谢作用 还有消化等重要作用 而一些生活不良习惯 如熬夜、抽烟、暴饮暴食等都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那么我们如何看出自己的肝脏是否健康呢? 不妨跟小编一起从下面三个方面看看吧 一、看皮肤 如果你发觉自己长期处于脸色晦暗 眼睛四周发黑 就有很大的可能是肝脏产生的病变 导致了体内的黑色素难以代谢排出 另外,如果是脸色发黄、发青 则有可能是肝炎 二、看口醇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觉得特别容易口前 就算喝了水没过几分钟就口前 而且嘴里没有胃儿 甚至还觉得很苦 这些让人难受的身体症状 都是在提醒你 肝火太旺了 需要给它进行降火 三、看支架 正常的支架是粉红而光滑 反之 如果你的支架中间是白色 而支架边缘是黑色的 或者支架表面有树纹等 很大的可能是是因为肝炎造成的 除此之外 如果你的支架看起来还特别的黄 说明这是肝病的表现 需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以防病情加深 日常如何护肝养肝 一、多吃绿色食物 中医学上说过 青色入肝精 绿色的食物不仅抑肝气 代谢还能消除疲劳 舒缓神经 因此多吃一些绿色食物 是能养肝护肝的作用的 例如冬瓜、绿豆、花椰菜以及包心菜等 二、乌奇紫菜豆腐汤 都说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汤补 这款乌奇紫菜豆腐汤可谓是对症下药 它既能滋补肝肾 又能活血通落 起到了一个很大的预防及治疗作用 三、常喝杜种柑橘茶 作用排干毒修复肝脏 做法 一取辖基线纹香菜茶 枸杞、菊花、桑叶 绝名籽 虫磅红玫瑰 杜种熊花、隔根 草麦、玫瑰茄、干草、洗净 切断、烘前炒制成茶 二、取以上材料以1比1的比例混合 备用 三、每日取3到5克制好的桑麦熊花茶 用废水冲泡三分钟之后即可饮用 辖基线纹香菜茶 入肝精、饱肝、清肝毒、预防肝损伤 最常用在需要去肝毒的病患身上 它是在许多预防C型肝炎中最重要的天然营养品 杜种熊花 杜种熊花中的桃叶珊瑚带具有明显的护肝活性 能促进肝细胞的再生 能明显抑制乙型肝炎病毒DNA的复制 同时还具有较强的抗菌作用 是一种天然抗菌素 以上就是肝功能异常的知识 相信通过阅读这次的文章 你们对肝的症状有一定的了解 也知道如何对症下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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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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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